對 在這裡叫我 我猜 到底這四位 誰從來沒有上過我猜 而在這裡騙我們呢 我們馬上來揭曉啦 倒數六秒 給你們正確答案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說謊的答案 請走下台 大家看 全部答錯 妳沒上過我猜啊 真的啊 妳沒有上過我猜啊 所以來啦… 所以就來啦 從今以後有意義了 對啊… 要不要跳個舞蹈給他 沒有 我已經會被大家笑 不會… 我們剛剛他跳我們有笑嗎 我們沒有笑 好啦 所以這時候沒有上過 現在總算來了嘛 前幾位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看他們十年前的樣子 來… 目前19歲的邵琳麗 參加過國小美少女單元 你真的相信嗎 長大有十歲 吳大哲 你會不會看到他 你就已經想像到他長大上班的樣子 對啊 長得好成熟耶 好成熟的臉耶 對不對 CD 妳身高只有132咧 妳是全班最矮的對不對 還有更矮的 還有更矮的 看看少林歷國小的模樣 真的是印證了一句話 女大十八遍 說得一點都沒錯唷 再來看看 參加過國民美少女單元的臨金會 當時又是什麼模樣呢 30分40公斤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有好大的石頭 好像班長啊 對啊 看得笑 好醒喔 這也是好成熟喔 對啊 十四歲耶 天啊 那麼得過許許多多 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賽 很會唱歌啊 都會 我跟你講他包括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廣東歌 原住民歌唱比賽 你都去啊 都來 這麼厲害 對 唱一下 唱一下 對 聽聲音的路浮動 誰不肯老乾杯 最是不肯優 拜拜 聽聲音 看看這位國民美少女 只能說一樣愛唱歌的她 真的是很堅持自己的夢想呢 最後是參加過減肥美女單元的 游健平 究竟又有多大的改變呢 游健平減肥前80公斤 經過減肥之後會變很多嗎 笑 賴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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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有才藝表演啊 用 用聲樂的方式 吟唱唐詩 這個恐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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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上加悶 我們一點 加悶 全軍更盡一杯酒 西蘇陽黃無故人 蘿蔔會落下 長海樂民豬有淚 藍田日暖欲生煙 此情可待陳書玉 只是當時以往然 我們可以 被抓到了吧 憲哥你真的是耶 怎麼動不動就跟人家求婚啊 要改喔 減肥後的游健平 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唯一的改變是 憲哥沒有再向他求婚了呢 陳語琴 陳語琴就提起了太多 超念了啦 我當年只是鼓勵的意思 不要誤會了 其實不錯… 妳怎麼老師起太高啦 今天也是起太高 老師起太高了 請問… 加油… 我自己起太高了 妳是在嗎 我謝謝他們好不好 妳沒來過 但他們三位是回娘家的感覺 對啊 回娘家了 起百集了 有沒有每個禮拜 都看我們節目 老師 有啊 對啊 要叫妳學生要看 對啊… 這裡面有很多人的成功的故事 有沒有叫家人都看 有 特別是這一集 人家比賽真的拿很多獎了 好 那四位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下一段叫 誰是大騙子 此單元同樣也是 我猜的招牌單元之一 遊戲進行的方式 是藉由來賓們的表情反應 讓大家猜猜看 究竟是誰正在做某件事情 在今天的特別節目中 當然也要讓大家回顧一下 而首先要進行的第一題 便是要讓B隊猜猜看 A隊其中有